参议院周三通过了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产品的立法 这是华盛顿就美国官员所称的 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的持续种族灭绝行为 而对中国采取的最新举措 据路透社报道 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将建立一个可与驳回的推定 假定在新疆制造的商品是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 因此根据1930年关税法被禁止进口 除非美国当局另有证明 两党一致同意通过的这项措施 将把矩阵的责任转移给进口商 目前的规定是 如果有合理的证据表明存在强迫劳动 则禁止商品进口 该法案还必须在众议院获得通过 才能提交白宫让总统拜登签署惩罚 目前还不清楚什么时候能够通过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助手表示 他们预计法案将在众议院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并指出众议院去年几乎全体一致 批准了一项类似的措施 美国政府周二对企业发出进一步警告 称 未退出与新疆有关的供应链 合资企业和投资的企业和个人 可能面临违反美国法律的高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